我在你们这个组织里是越陷越深了 你要加入我们的组织吧 对 如果你们需要我 这一年多以来发生了太多的事 终于让我衡写心来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只要日本人在这待上一天 那我们中国人就片刻不得安宁 为什么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有太多中国人的鲜血 已经让我出目惊心了 连女人都没过全区了 还有刚满十七岁的小韩 也在监狱里和他们斗争 在这块土地上 每天都有无谓的人在流血 关乱当头 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 交通员的事是从你岳父那知道的吗 对 他们在书房里谈话被我听到了 因为提到了一个带枪伤的人 我就想到了 这点人太多了 咱们换个地方谈吧 你对共产党了解吗 我不管什么党 只要这个党是为了普天之下大多数人能够过个好日子 代表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 我就会加入他 国民党也是怎么说的 国民党我不会加入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抗日 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读过 在什么地方 在我岳父的书房里 没想到他也会听这首说 他可是我们的老对手 他不想让我读 不想让我介入你正立有关的任何事 但我还是突破了头目 你想加入共产党吗 行 马克思描绘的理想世界正是我所出现的 报了共产主义 一切暴政 人类的丑形 法西斯主义 还有剥削者都将不复存在 你是佛佛描绘的人间信佛 我们可是无神论者 我奶奶信佛 我妈妈信基督 我原来对这些也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可是日本人来了以后 我什么都不信 我现在也是无神论者 人类的 我们可以考虑破格吸入你为党内 由于眼下的特殊环境 我们取材一切形式的东西 所有的组织材料和程序 所以我来负责 这些东西你可以自由选用 但是一定要保存好 千万别出什么问题 这些钱是活动经费 用完了还可以再来取 这是什么 毒药 人吃下去一分钟就完了 自杀用的 原则上我们不主张自杀 枪我就不拿了 我是个医生 永远不会去亲手杀人 可以 我尊重你的意见 不过地下斗争非常险恶 将来你就会知道 跟你想的也许不一样 我有我的原则 好 我也不主张你带枪 放在你那样的人家里 会不安全 这个药片我留下了 也许将来有一天我能用得上 刘总梁 如果有一天 组织上需要你放弃一切 你能做到吗 能 好 从今天起 你就是一个特殊身份的人 有的时候为了组织 你需要放弃亲情 容易 幸福 甚至生命 我知道 下一步 我还希望你们能学习发电报 医密码 以及地下工作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不学这些 为什么 我只用最古老的联络方式跟你联络 在我身边不能有枪 发宝机 和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东西 记住 我只认你 只和你一个人联络 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好吧 你的真实姓名只有我一个人是吧 你在地下组织的代号是 雪狼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是希望你能像狼一样激情聪明 也像狼一样冷酷 活动 那好 从今天起 我就教学了 现在我可以向你通知 日子娘通知 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总梁要求加入地下栏 什么 我同意了 我告诉他已经是组织的一员了 你 你就不怕他是苏春来的人 老罗说的有道理啊 要真是那样 我们活不到今天 要说钓大鱼 苏春来也没必要放这么长鞋 刘总梁要求只和我一个人联系 并且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底细 那你怎么说的 我答应了 当然我知道这不符合组织原则 所以现在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同时为了刘总梁的安全 这个秘密 仅限于我们组织的核心 也就是你和我 老许和老罗也不必知道了 明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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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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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回来了 老爷 小姐回来了 哦 怎么就她一个人吗 是 怎么这两天 他们都没有在家里住 没有 他们是不是吵架了 我不太清楚 只是 只是什么 最近小姐好像身体不太舒服 哦 入秋了 你给她熬点乌鸡汤吧 是 那俩休息了吗 我去看一下 不用了 你现在就去熬汤吧 火要慢 水要少 要用温火慢慢地喂你 是老爷 对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您坐 怎么 身体不舒服 没有就是有点累 不凉的 他医院还有点事 我就先回来了 嗯 你们 嗯 你们是不是闹别扭了 没有 我们挺好的 真的吧 真的 嗯 先生回来了 啊 那他回来了吗 回来了 把这个药啊给他熬了 让他早晚都要喝啊 嗯 老爷回来了吗 老爷上楼了 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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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买下来了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您 谢谢了 东梁 你看 连娜娜都没想起了我过生日 谁说我没想起您过生日 我都在日历上记着呢 她看着才知道的 好了好了 不管你们谁 只要还记得我的生日 那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 爸 我也不懂古董 您看看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是把它当作礼物收起的 又何必在乎它真假呢 爸爸说那剑是假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 真是假的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东梁 实话跟你说吧 这把剑是宴品 来 你看 你看这儿啊 这上面的秀机 这都是夹造出来的 你再看那气形 尽管做得很好很像 但是因为没有岁月的魔力 做得再像 还是没有那种 真品的气质啊 还是能看出 其中的真伪哦 哎呀 你看看 爸爸过生日 我居然买了把假剑 送给爸爸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 爸 这样吧 这把剑我收回去 明天我就把它退了 我再送您一件别的礼物 哎 那可不行 这剑是假的 可情义是真的 我收下的是你的情义 所以这把剑是真是假 我根本就不在意 再说了 这把剑仿得很像 不是那些小贩子 小作坊所能做得出来的 作为宴品 它还是有价值的 好了 董良 这把剑我收下了 我真的很高兴 谢谢你了 老婆 别生我的气了 别生气了 讨厌 你爱我吗 当然爱了 我怀疑了 我怀疑了 这些情报很有价值 我就知道 他们开始试图对我们下手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 任何地方不能有漏洞 是啊 千里之地毁于一穴呀 你有纸笔吗 干什么 我告诉你 他们在平方区的重点监控名单 你能记得住 你说 权永仙 王大庆 吴鸿亮 张哲 赵剑 剑凤山 毛田一 杨淑秋 于剑飞 吴剑侯 金英子 金英焕 马玉良 孙家栋 杨奎 高伟宁 唐大年 杨云义 尚勇 杜军 刘烟豪 马晓波 李南 就这些了 一共四十二个人 有几个名字可能不太准确 因为我只看了两分钟 你可真是个神人啊 杨奎 哎 主任早 早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那吧今天有点事 晚来一会儿啊 听说了吗 小孩又放出来 什么时候 好像就在今天吧 警察听给医院来个电话 让医院通知家属去领人啊 通知了吗 我估计是没有 因为我听院长说 小孩已经被医院出名了 怎么能这样呢 谁知道 都是院长定的 我去找院长去 请进 您好久没来了 随心忙吗 院长 今天我来的是为了小韩的事 哦 怎么了 我听说警察听打电话来了 是 但是 这个人已经被我们开除了 我觉得这么做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小韩是个非常好的护士 我请院长再给这次机会 不行啊 刘主任 别的事都可以 这个面子我真的不能给 因为家有家访 愿有愿归 小韩的行为 给我们医院的声誉带来了影响 他也违背了医护人员的基本道德 出了那么大的事 我们再留他 不合适 把他留下来 会给我们医院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请您再考虑考虑 对了 警察厅为什么不直接通知小韩家属 警察厅来电话 说他妈妈去世了 去世了 可能是得了什么疾病 那现在小韩成了孤儿了 在这个时候咱们更不应该抛弃他了 至少应该给他一条生路啊 东梁啊 我真心的劝你一句 别管了 真的 小韩这样的人留在院里 院里还有什么权威 卫生部的人知道了 也会给我们找麻烦的 不会有麻烦 如果有 我来摆平 这是院里定的事情 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医院的决定真的让人心寒 我怎么都想不通 这么大个医院 怎么就容不下一个可怜的小姑娘 给她一条生路又有什么不好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上这么大的火 你别以为 只摆平一个警察厅就完事大吉了 让他回来 麻烦大着呢 您这话什么意思 警察厅又不是我们家开的 我怎么就摆平警察厅了 您不是摆平这个摆平那个的吗 我觉得 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有拿警察厅压我的意思 我觉得很不合适 您说的这些话 也很不符合您的身份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什么时候拿警察厅压过您 我岳父是警察厅长不错 可他是他我是我 他当他的警察厅长 我做我的外科医生 我什么时候跟别人提过 半句警察厅的事 是您自己敏感了 好了 刘总梁 我们不要再说这个了 院里定的事情 不能改 好 要是小韩不能回来工作 那我就考虑辞职 你不要拿辞职来威胁我 这么大的医院 离开什么样的专家 都照样转 那好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把手里的手术做完 就给您写辞诚 请便 老周 我不想干了 主任 怎么了 没想到咱们医院这么绝情 警察厅告诉医院去领人了 可院长竟然给拒绝了 说是小韩早被院里开除了 你知道吗 要是小韩三天之内没有亲人去认领的话 他说不定就会被日本人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小韩的母亲前几天刚去世 他现在成了孤儿了 咱们要是再不管他就走投无路了 是啊 再说了 小韩也没干什么违背医护人员道德的事 凭什么就给开除了 杀人也不过投点地方 我都想好了 我打算给院里写个请愿书 如果小韩不能回来工作 那我就辞职 你写吧 我们签名 小韩没给医院丢人 满中锅现在不是开始讲法制吗 犯人还要给个申诉的机会呢 那好 我来写 你们谁签 我签 我也签 刘主任 不是我多心 我也想签 可是医院方面我倒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相兵队和警察厅 把我们当成政治活动 小韩人好 大家同情他 但是他毕竟参与了政治 如果有人给我们戴高帽 定上一个反满抗日的罪名 轻了开除 中了就得坐牢啊 我觉得老孙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咱们这个请愿书啊 还真得好好措措词 可别让他们抓住把柄啊 请愿书我来起草 大家签不签随意 哪怕就剩我一个人我也要写 大不了辞职回家嘛 主任你看这儿啊 这个请愿书呢你来写 然后我们大家呢一块润色 没关系 没关系大家都够怕啊 咱们刘主任的岳父是警察厅厅长 要抓 也得先抓他呀对不对 我事先声明啊 咱们这次请愿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为了帮帮小韩 对对对 我是来接韩永逸的 你那外面等着吧 你已经这么空手来的 那您是什么意思 您是什么意思 韩永逸在这连续带住好几个月了 是我们在这照顾的 只要走人了 你还不该表示表示 那你说怎么表示 这还用的 您看着办吧 我今天啊 就带了这么多 二位先收着 改天我再请你们 我看你像个体面人 你再带某说话签字吧 小韩 小韩 刘哥 小韩 小韩 你受委屈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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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了啊 没事了 都过去了 小韩 没事了 没事了 走 刘哥送你回去 走 回家去啊 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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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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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走了 就是走了 再难过再伤心也没有用 听着刘哥的话 你妈妈要是知道你回来了 她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 你亲人都没有 或者还干什么 我就应该跟林曼姐一起去死 别说傻话 刘哥现在就是你的亲人 小韩 到以后上了班 还给刘哥打下手 好不好 那你先做了歇会 刘哥给你做饭去 嗯 走上刘哥的手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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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签吧 真是好事 对 一会儿你来 你也在上面签字 签什么呀 你看看就知道了 这是刘主任签的头 也是她起草的一份请愿书 我们已经有21个人都在上面签字 对不起 这字我可能不能签 我父亲特意告诉我 不让我参与什么情愿书啊 签字之类的活动 我回头跟栋梁再商量商量吧 那也好也好 不好意思 栋梁呢 去哪儿了 他去接小韩了 小韩今天出狱 他一个人去的 是啊 本来我们大伙都想去 可是刘主任不同意 可能是怕耽误患者吧 你签完了吗 我签过了 那好道别我看看 都要去哪儿了 一会儿 我签丽误患者吧 很快乐 好 我签丽误患者吧 来来 晓岸 来来 吃饭了 来 坐下 吃饭 快吃吧 快吃啊 路哥 嗯 你不怕被我连累吗 别胡思乱想了 先把身体养好的是最要紧的 快吃吧 小哥 这是你从前的工资留给你取出来了 等花完了再给我用 天都快黑了 我给走了 你好好消息 谢谢你 你说什么呢 快吃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主任 回来了 回来了 小孩那边怎么样 都安顿好了 对 除了娜娜以外 大家都亲自了 娜娜下午没来吗 来了 那你没把信给她 给了 但是 她没钱 那我先回去了 娜娜让我告诉你 她今天晚上回到外那家了 知道了 娜娜 怎么了 去小孩那了吧 是啊 我把她借出来了 一个人去 不让任何人去是吧 那么多人去干嘛 都去了患者谁管 您还知道管患者呀 娜娜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你现在呢 应该都注意休息 怀孕的时候啊 心情是容易烦躁 这都是正常的 什么呀 能力生油烟味 我在小韩家给他做饭了 可以啊 我跟你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没吃上您给我做的一顿饭啊 小韩不是可怜吗 我不管他谁管啊 我看你是管得太宽了 医院的请愿书是您写的吧 爸爸怎么跟你说的 任何请愿书签字跟政治有关的让你都离得远远的你怎么答应人家的 我是答应人家了 这和政治确实没关系 我就是觉得小韩可怜我就是想帮帮他 我看这个小韩也太可怜了 人家有亲戚有家属用得着你管啊 娜娜 这话可不想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你少说我这个 我觉得你就是对他情有独钟 他一个十七八岁的小毛孩子 我对他情有独钟 十七八岁怎么了 哎呦都十七八岁了 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 我看你才病得不轻呢 一天魂不守舍的 我怎么魂不守舍了 你说你怎么魂不守舍了 你就是心中有鬼 我警告你 你明天把那情愿书给我撤回来 你自己的前途你可以不管 爸爸那呢 爸爸要是知道他怎么想 娜娜 情愿书的事你可以不签字 但是你想让我收回来那不可能 我向你保证我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什么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日本人 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乱世里的一个医生 一个小老百姓 我看你是万有礼 这个刘栋梁 找了个警察厅长当老战人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他这是剧终闹事 扰乱医院秩序 是啊 我看他是越来越狂妄了 你把材料准备一下 我上市政厅找港村次长 一个小小的外科主任跟我叫吧 我就不信 没有王法了 你现在是组织中的人了 你这一切行动都要对组织负责 我不赞成你为小汉请愿的事 你应该知道 现在满洲国最关键的任务 就是文敌政厅 所以他们对一些居众请愿闹事的绝不会受软 你只要闹一次就纳入他们失陷了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叫反满抗日 这点帽子给你戴上 一有风吹草动 你的处境就会十分艰难 我不这么认为 他们不会怀疑我 我越闹只要不出格 像我岳父这种人 反而会认为我是个安全人 你相信吗 你相信一个地下党的情报员 会做出这么幼稚的举动吗 但是你这么做 还是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我太了解苏春来了 越是这样 他越会认为我是个单纯固执的人 只要他不怀疑我 就没人敢对我下手 你这么说也许有道理 但是我必须严肃地跟你提出来 你以后的一切行动 都要经过组织同意 我不认为这是组织行为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 都要经过去的 这么多了 那么多了 今大学生一期大学生一期的 他就忘了 从我来衣洞 就不在于人做个人行为 你就这么多了 你估计的 在日本生活中,日本人也做了 客觀的人物的話,日本人的敵人不想要求 說話不太好 說話不太好,日本人不想要求 日本人的感情不太好 這個龍丼,我也遇到了 全くもって有効的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